繼續我們要來關心 這個經濟超過的藍山人修 五款標書案 今年一月份的 確定是有潤泰和保存兩間公司 先進入這個潤城投控 以六百二十八億買下來 金管輝 臨時進行有條件 通過這個投資案 今年超過的藍山人修 五款入圖標買 確定郵輪先投控 以新代表六百二十八 以後買下來 從下國來金融 給他轉賣最多的東西 經過將近半年深夜 金管輝找到同過的投資案 南山公會這次 在國管教業到現在 南山也是論選 都沒有對廣告成本水平 批評金管輝放棄 就感到保護的環節 近前南山日修大量結算 結果不完的日子 如果出到就結婚 國管教業遇到兩千空九年 公北到三年才定案 立書館跟國立病 怕進行街頭上前 對投資案中勝通過 南山人修有哪六款幾乎 公司其實是期待 南山股權交易案 能夠儘快的塵埃落定 那因為我們相信只有儘快的定案 才是最符合保護門 還有員工們 還有業務同仁們 甚至是公司發展等各方最佳的權益 有理會接觸 輪行十九十分只有五百萬 高雄銀行只有三百多月 就要讓租三十七條的南山人修 風險實在十九元 金管輝強調包括輪行 兩個未來還要還要拿出現金六十月 到保管的口罩 負責幣可以超過四十八趴 十分設計論要以期百分之二百五十一 以上這幾項條件 就是要求輪行要拿出相對現金保證 並沒有相關心 輪行兩個未來完成條件 變成回憲金管輝到主案就正式正好 也好 南山人修表秀的政規正式正式正式結束 基障也如張志祥 台北報道